好那咱们接着继续 两个都一样的话呢 它的结果肯定为零 我们走一下 走一下 载标志为变成零了 对不对 跳转就未实现 跳转未实现的话呢 也就是执行的这一块 弹出一个消息 然后结束进程 如果跳转实现的话呢 它就跳过了这一块 我们是希望它跳过这一块的 是不是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双击它改变它的值 跳转已实现 是不是 好那我们走 来到这个位置了 已经跳过了第一个障碍了 当然我们这个是第三节课 没有前面一样 一步到位 一下子就让你解出来 没那么容易 我们这个程序还有得搞 接着往下走 走走走走 诶 扩完这个readfile readfile就是读一个文件 读取一个文件 读取一个文件干嘛呢 你这个密实放在这个 keyfile里边啊 密实放在这里边啊 对吧 你要读取它 读取它的密实 然后进行分析 看这个密实 是不是注册码 试的话呢 就给过 不是的话呢 还不给过啊 第二步了 好 那么在这 扣完之后 它有一个test了 那test 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回来讲视频了啊 关于test指令的讲解 test指令呢 格式是这样子的 也是同样啊 这个指令和end的指令一样 end就是我们刚才指的这个逻辑运算啊 这个逻辑运算的end 好 但是呢 对两个操作位进行安慰语运算 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不将语的结果保存到des里面去 基本指令对两个操作的内容均不做修改 仅改变什么 仅改变标志位 好吧 那么小甲鱼会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不用在那里闹头了啊 这个非常简单 因为呢 它的实账形态99%是这样子的 testeaxeax 就是判断eax的值是否为0 对吧 因为0跟0相遇 它的值为0 那么zf位就会质1 因为得到了一个0的结果 那zero位就会质1 如果不为0的话呢 就质0 是不是 所以呢 通过test这个指令 一般是用来判断eax是否为0的 OK 那如果说你在 汇编里边要将eax至0 一般没有人用moveeax0 一般是用soreax0 对它进行异货 就可以把它取0了 好 那我们继续啊 趁大家现在还有点精力 我们来讲一下条件跳转 就我们刚才的jnz 我们今后还会看到了jbjajsb之类的啊 条件跳转指令就是根据不同的标志位的条件判断 是否成立 条件成立则跳转 我们刚才看到了 像这些compare之后 它就有一个jnz之类的条件跳转 compare它改变的只是一些标志位的值 而jnz它通过啊 它判断的条件也就是这些标志位的值 那这里呢 小假如就给了大家走了一个捷径了 给大家整了一个picture啊 所谓no picture you say a jbar 这里我们就给大家一个picture 呃在这 好 这里有一个小手指啊 大拇指表示非常棒的话呢 就是你值得记住了 这是90%的情况下在逆向中会遇到的 如果没有的话呢 也会遇到啊 就是比较少 好 那ja如果我们看到的是ja 它判断的是cf 且jf要等于0 就是两者等于0 它就跳转成功啊 符合跳转条件 如果其中一个不为0 因为是and嘛 其中一个不为0的话呢 那跳转条件就ok过不了 就不跳转 好吧 就跳转未完成 呃像我们刚才的什么 刚才这个是jnz 对吧 jnz 在哪呢 啊 在这 它是判断jf是否为0 是吧 所以我们走在走走 我们再走一步啊 走一步的话 我们这里jf为1 跳转未实现 jf为0 跳转实现 对吧 满足jf为0啊 满足jf为0的话 跳转就实现 jf就是 zero flag 0标志位啊 这里为1嘛 典型不满足嘛 对吧 好 那我们继续来跟踪我们的程序啊 跟踪我们的程序 好 那我们textex 刚才ex的值是多少来的啊 啊 我们这里这里到这里 他他jf是等于1嘛 等于1的话呢 那么他 ex等于1的话呢 那么ex的值应该是为0 对吧 为0的话 他这里就置1 置1的话呢 就导致这个跳转未实现 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程序 没有怎么干预他 我们直接运行 肯定是出现错误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去 去相反的道理啊 让他的跳转实现 对不对 当时我们不这么做啊 不这么做 我们先走 先错一轮 试试 跳转未实现 他就直接执行jump 我们继续跳 啊 来到jump的这个位置 他又执行一个操作 他说 key file is not valid valid就是合法 not valid就是不合法啊 那那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陷阱了 对吧 我们要走进另外一个陷阱了 那然后走走走 哎 又退出程序了 程序又白白了 对吧 他弹出一个对话框啊 然后我们再走 程序就终止了 那我们又得怎么样 又得重新来啊 好 那我们重新来 为什么小脚要带大家走这么多陷阱呢 因为啊 大家如果现在你边看视频边跟我做啊 然后你等一下到你成功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快感的啊 真的 你就是要自己探索啊 这样才好玩 对不对 如果直接跟你说 哎 哪个地址是正确的 你直接跳到那个地址呢 这个没意义啊 没意思 好 那我们走在这 我们记得我们刚才的操作吧 来到这 来到这 这里的跳转应该使他实现啊 实现跳过第一个陷阱 OK 跳过了 跳过我们接着走 走 好 这个跳转应该也让他实现 那应该也是改ZF 因为JNZ 我的图片拿去了 啊 图片在这 因为JNZ指光注ZF是否为零啊 为零的话 条件实现 好 那我们把它改为零 那跳转 你实现看到没有 看到 那就走吧 走 哎 就跳过了这个了 你看我们看到 这个事实上它连着哪里啊 就是连着这个第二个陷阱的地方 对吧 我们这里已经跳过来了啊 跳过了这个陷阱了 我们继续走 进行异货 EBX清零 EBX现在的值是这一个啊 EBX的值哪去了 好 把它拉回来啊 拉回来 哦 EBX在这啊 眼花了 眼花了 我们看到了 EBX是有值的 对吧 有值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走一下啊 异货 对它进行 SOR 事实上就对它怎么样 进行清零 我们说了 刚才E SOR EAX EAX 就是对EAX 进行清零啊 SOR EBX EBX 就是对EBX 进行清零 这个呢 就是对ESI 进行清零 然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好 这里边呢 就是比较的算法了啊 对它的密实进行比较的算法 我们继续走 好吧 我们看到了啊 我们首先看到一条红色的线 这条不是因缘线啊 这条是决定你这个程序 是否又进入陷阱的线 我们看到了 如果这个跳床实现的话 那就白白 就进入这里边了 而且这里是写着你实现 那我们应该不能让它实现 对不对 JL 取决于什么呢 JL 大家来看一下 JL 取决于SF 不等于OF的话 那就可以走啊 这个这些原理呢 小姐在 零基础住门学习汇编语连里面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的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啊 有资金的话呢 可以购买光盘支持一下 那更好 好 顺便做了一下广告 可耻 那咱继续啊 它判定SF是否不等于啊 这是不等于OF 如果不等于的话条件成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 这里边 我们看到它是条件已实现 SF就是S嘛 SF和OF O在哪里 在这儿啊 它不等于啊 对吧 不等于的话条件实现 那我们应该随便改一个嘛 改O或者改S都可以 那我们改它 OK 条件就未实现了 就不用跳了 不用跳 我们接着走 走 好 这个跳转已实现 这个没大碍走到这儿 又不是走到这个地方 没事 那我们就姑且跟着它走 好 哦哦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又进来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跳转 不能让它跳啊 千万不能让它跳 因为我们刚才是从 从哪里过来了 哦 是从这里过来的啊 我们这个不能让它跳 好 那我们又得怎么样 又得重来了啊 调试程序就是这样子啊 锻炼耐心 耐心啊 没耐心的话呢 学逆向很难成功的 那我们接着继续玩啊 走 来到这儿 啊 这里记住了 把它制一啊 制零 让它跳转实现 然后就走 在这儿 继续走 哎呦 我是不是 啊 又跑太快了啊 啊 在虚拟机里边 视频不能暂停 有点悲剧 就是有时候 不小心按太快了啊 不能回头 好 那我们这里 跳转 跳转 以实现 啊 过 好 现在这回要当定啊 要当定 好 这个跳转 要未实现啊 因为 因为 这个跳转 未实现吧 如果未实现的话 执行这个jump 我们就又没了啊 我们要让它的跳转 实现 又改 ZF的值 那跳转 以实现了 好 跳 来到这 来到这 来到这的话呢 我们接着走 好 这个也不能让它实现 实现就没了 改ZF 对吧 根据刚才的图片 参考 我们改ZF 好 这个没事 我们走 这个 这个刚才怎么说来的 啊 刚才说我们这个不管它啊 因为它只是跳到这 那我们走吧 然后继续走 哎 这个的跳转 不能让它实现了 实现的话 我们又没了 对吧 那 JL改变的是哪个的值啊 回来看图片呗 不用背啊 看多了就记得了 JL改变的是 哦 还是SF和OF 只要它们不等于 它们就会实现 那只要它们相等 它们就跳转会不实现 而这里是已实现的 我们使它们相等就可以了 O4等 OF4等于0 SF4等于1 那我把它改一下啊 跳转就未实现 那继续走 啊 Compare 啊 不 是Jump Jump 这是直接跳转 无条件跳转啊 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无条件跳转 就是 无论你想不想跳 你都得跳啊 好 那就跳吧 好啊 那就这里就 Congratulations了啊 你 Really did it 啊 Congratulations 你真的破解成功了啊 我们走 这里 程序 实现破解啊 在这里我们实现破解了 那好 那我们现在来 动手来改了啊 动手来改了 那我们重新载入 好啊 重新载入之后呢 我们走走走走走走到刚才需要改的地方啊 在哪呢 OK 在这 在这我们势必要让它跳转是吧 势必要让它跳 那我们用汇编指令改一下呗 就改为什么 我们刚才是不是学过了一个Jump 是无条件跳转 就是我一定要跳啊 你任何人都指指不了我 我就改成Jump 按一下 改过来了 按取消是取消下一句的修改啊 我们也改过来了 也就在这里 它必须会跳啊 那就跳吧 跳啊 走 来到这 这里的话呢 我们 希望它怎么样 也是希望它跳 对吧 那我按下空格修改 双击也可以修改 也是改为Jump 希望它跳 那这里跳啊 那就跳了 跳了之后呢 我们就走 它就跳了啊 走 我们接着往下走 这里的话 我们希望它不跳了啊 希望不跳的话 我们上一节课怎么做啊 用NOP NOP 指令来填充啊 NOP 是一个字节的指令 NOP 指令 表示它是一个 填位置的指令啊 也就像我们 上自习室去 霸位的那些书一样啊 就是霸这个座位 就是仗着毛坑不拉死的意思 好啊 什么指令都没有执行 它就是一个NOP 什么都不执行啊 占个位置而已 那在这里 它就不执行任何操作 CPU停止的 不执行 好 那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跳转给去掉了的意思 那在这走走 好来到这里 我们也不能让它走 是不是 那我们也改它改成NOP 好把它改成NOP NOP之后就可以走了 然后跳到这里 OK Congratulations 然后怎么保存啊 就全选啊 把它全部选住 我们刚才从哪 从哪来的 从这来 就选中你刚才修改的红色的地方就可以了啊 好把它都选上 选上之后右键 然后呢 哪呢 右键啊 复制到可执行文件 选择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所有修改啊 一样的 这里这里暂时我们没有忽略 那以后大程序的话 我们就要区别一下啊 这个突然变中文绑小姐有点不适应 好 文件的话 右键啊 备份 从什么 保存文件啊 保存数据到文件 我们命名多一个1 表示我们改过的 好的 在这里的话呢 给大家讲一下补丁啊 什么是补丁 这样一个技术 补丁 英文叫做patch 复数叫做patches 哈 patch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补丁 所谓的补丁呢 给程序打补丁呢 就是我们对程序的破解 进行的修改 就是我们刚才所进行的nope啊 jump啊之类的修改 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一幅破了 如果没有打补丁 我们就会走光 是同样一个意思的 如果我们没有修改 程序就破解不了 啊 同样的意思的 好的 那在onlydebug里面呢 我们用这个 可以来查看所有打过的补丁 这个在哪呢 嗯 这个在这 对吧 按下他 看没有 我们刚才修改了四个内容 旧的是这样子 新的是这样子 因为有些地方你可能改过之后 哦 你后悔了 但是呢 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要可吃的 除了编程 在编程上呢 我们时刻都可以反悔 可以退回来 重新改过置新 啊 把它改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过程 好的 在任何情况下 在任何情况下要按回来 按C 然后双击他回来了 好 我们刚才保存的是吧 我记得是保存了啊 保存完了之后在这儿我们执行他 直接就是 Congratulations 啊 直接就是破解通过了 对不对 那好 那这是我们的爆破过程 啊 爆破过程 小觉这么说的话呢 就肯定还有后话 对不对 那我们重新来走一遍啊 重新载住程序 我们把这个光掉 重新载住程序 我们来真正的逆向他的算法 啊 这个程序的算法非常简单 我们还是F8直接走啊 根据刚才的 走走走走走走到这 走到这 OK 在这里的话呢 因为它是灰色的 说明我们之前已经改过了 但是呢 这里我们把刚才的程序给去掉了 对不对 这个是通过原来的记载啊 这里有改过的 那我们要改一改 我们把它改一改啊 跳转椅实现 让它跳啊 走走走走走走 这里又改一下啊 让它过来走走走啊 这里就再改一下 接着走 OK 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了算法里边的啊 在这一段已经是算法的判定了 这个算法首先 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来判断 402173 这么一个地址上面的值 有没有等于10 而402173存放的是什么 啊 大家回来看啊 402173在这 它是read the file的 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仓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右键啊 符号帮助 read the file read the file的第四个仓数是什么 是address of number by read 它事实上读了多少个字节啊 就是说打开文件 然后读取文件里面的数据 读了多少个 它这里判断 如果是jl是比它小的话 就是说如果读了字节小于10个的话 这里10是16进制 也就是16进制的10 也就是16个 如果是小于16个的话呢 直接我们就跳到这个位置 跳到你的输入密实不合法 也就是说我们的密实至少要有16个 对吧 实际制至少要有16个数字 然后它进行 那我们有16个的话 这个自然而然就会OK了 好 那我们现在指令走到这块了 它把40211A加EBX EBX是一般作为偏移使用的 EBX它在这里的值是多少呢 这里的值是0 我们刚才SOR把它给清零了 然后呢 每一次它加1 也就是说它按字节 把每一个进行比较 跟哪一个进行比较呢 我们看一下 它把这个值Move给AL 把这个值拿给AL 然后比较AL是否为0 如果等于0的话 它就跳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如果等于0的话 它跳到这个位置 如果ESI等于8的话 那么那么就怎么样 等于8的话就怎么样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没事啊就没事啊 不如果不等于8的话啊 就大于8的话就没事 如果等于8的话就 还是走到这个地方啊 OK 还是错误好吧 那我们接着啊 这个有点乱好 它它把0啊 跟跟0进行比较 但首先它不能等于0了 对吧 它不能等于0 起码在ESI ESI初始值是0嘛 初始值0这里要加8次 至少要加8次 它才会大于8 对吧 要加9次啊 要9次它才会大于8 这个跳转才不会实现 才会实现这个真正的达到结果 目的地的跳转 对吧 所以ESI要使它大于8 也就是说 你正确的数据要使它大于8 然后它这里compare AL是密实 每一个密实获得的字节的数据 那它跟多比啊 跟47比 47是什么 OK 47是一个数字 就是47 是不是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可能会这么写了 我这里会生成一个密实文件 我就右键 文件的名字叫什么 文件名字就是叫做 keyfile.dat 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改一下名字 keyfile.dat 好 然后它的内容 我们用U1打开 47啊 有些朋友说47 那我写 要多少个啊 16个对吧 好啊 就这么写写写写 16个 反正大于4 16个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 打开程序读一读 诶 密实不合法 为什么 OK 因为这里 是按字节拿出来的 这个47 应该是一个 AS卡码 AS卡码 16进制的 47 AS卡码 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大写字母G OK 对应的是大写字母G 那我们改一改 把它改成16个大写字母G 到这里是10啊 到这15 16 保存 OK 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密实 啊 它只是判断 判断 而这里这个8 这事实上是忽悠的啊 因为你 你只要 因为你这个首先你的数字要大于10个对不对 然后要判断10次等于47啊至少啊至少8次等于47他这个ESI才会加到8至少8次然后呢 然后呢你总共的字呃文件长度只要16个字节那就可以了啊因为视频讲解比较久啊所以呢小姐现在是处于有点比较疲劳的状态啊所以有点语无伦次大家 试到所以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运行一下 OK直接成功对不对我们不用走这个破解的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逆向过程我们针对这个算法写出他的密文 这我们就可以了这个呢根本就不需要密文对不对我们把密文上去这个执行它是提醒错误这个直接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被我们打过补丁了被我们爆破过了 好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相关的一些资源的打包全部给大家放到论堂上了大家根据刚才的地址去下载然后自己去实践一下好的那我们在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节课更精彩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